各位,我是呂志华 最近 阿里巴巴传出多項好消息 首先,馬雲再次現身 他可以說神隱了幾個月 突然間再現身 令坊間很多謠言不公自破 第二,似乎螞蟻方面 他們和政府監管部門的磋商 和有關螞蟻業務的監管 似乎已經有一個新的突破性發展 加上人民銀行行長易剛亦表示 當螞蟻問題能解決後 事情可以重返正軌 令到有關這幾個月 螞蟻方面不明朗的因素 以及有關馬雲的謠言 亦是不公自破 好了,今天我的短片想和大家討論 是有關螞蟻和馬雲最近發生的事情 跟大家分析一下 現在很多傳媒 對新聞方面 究竟他們的報導手法是怎樣 可不可信 好了,在我未答正題之前 希望大家能夠訂閱我 免費的呂志華聲音雜誌頻道 以及 按鈴鐺給我一個like 以及把這條片講傳出去 多謝各位 馬雲 去年在外灘 曾經發表了言論 很明顯 他的言論得罪了中央政府 得罪了中國的監管部門 而政府絕對不可以 向商界低頭 馬雲這樣的做法 只不過加強了 中國監管部門 監管阿里巴巴和監管螞蟻的決心 所以 過番談話之後 馬雲就出現了麻煩 監管部門多次約談 螞蟻的高層 以及要求他們 配合監管部門的監管 對螞蟻的事業務進行改革 而螞蟻也服從於 政府部門的指示 積極配合 就是政府部門的監管工作 和改革工作 據聞現在 已經得到進展 在1月27日 人民銀行行長易剛 表示 根據中央的調查 消費者 對螞蟻的服務 感到高度滿意 他亦表示 當螞蟻問題能解決後 其他事情 可以重回正軌 這番言論 很明顯 讓大家知道 螞蟻問題 已經可以解決在亡 出現了曙光 至於 什麼叫重返正軌 很明顯 就是螞蟻方面 較早前 因為監管問題 所以不能上市 如果重返正軌 即是上市有望 這個消息 令到 當時金融市場 有相當興奮的反應 刺激 當時 阿里巴巴股價 上升 還有 這番論調 亦令到 較早前 坊間 很多傳媒 報道 螞蟻 或者 報道 馬雲的消息 那些謠言 全部 不公自破 大家看 較早前 當螞蟻 惹上了麻煩 正當螞蟻 接受 監管部門 建議 改革 時 很多報章 尤其是反共報章 台灣報章 報導了很多消息 那些消息 可以說真若可信 說到似層層 又說 馬雲現在被軟禁 馬雲禁止出境 甚至 說馬雲 會把 手上的10%的螞蟻 股份 無條件地送給中央政府 甚至說 螞蟻將會 收歸各有 現在可以看到 這些報導 全部都是 漏作 正如特朗普 在他總統任期期間 經常罵傳媒 說他們那些都是假新聞 特朗普經常說謊 只有這句說話 是真的 真是西方傳媒 經常報導假新聞 馬雲事件 就一個很好的例子 他們經常說 馬雲被軟禁 馬雲被禁出境 其實當時來說 我相信 馬雲只會被避風頭 他不在公眾大眾 傳播媒體方面露面 是否等於 被軟禁 是否等於 不能出境 如果這樣說 騰訊主席馬化騰 我差不多10年 都沒有見過 在那些報章 報道中出現 都沒有見過 他的新聞出現 可能馬化騰 現在長期被軟禁 甚至已經 關了入天爐 永不超生 所以這些報導 根本 是借消息 在煽風點火 在作大 在圓農那些讀者 他想製造一個 虛假的訊息 他想製造恐慌 讓港大的市民 港大的讀者群 對中共產生負面印象 甚至達到他們 宣揚恐共的目的 最近 在今年1月20日 馬雲 在馬雲公益金會 舉辦的鄉村教師獎 因為新冠疫情關係 他不能去到 頒獎的現象 他就用視像方式 支持 而 基金會有關的負責人 也報導 馬雲不久之前 才說去過 是聘校之後的 鄉村寄宿學校 這間學校 是銅牢縣的 玉華小學 所以 你說馬雲怎麼會被禁捉呢 這些台灣的反共報章 和西方的媒體 除了被禁捉 被軟禁之外 甚至他就說 馬雲 想將 他手上的螞蟻集團 送歸這個國家政府 甚至說 螞蟻集團 將會被充公 其實 這番報導 只要你有腦去想一想 都知道是不盡不實 都知道是一派胡言 首先你要留意 現在中國所行的 就是資本主義制度 在經濟方面 是絕對的資本主義制度 比美國更加是資本主義 美國現在所行的就是保護主義 很多事 他做得你不做得 但是中國現在的市場 是不斷開放的 所以 有很多外資 就不斷投資在中國 如果 螞蟻集團 真是 要收歸國有 如果中央政府 真是接受 馬雲的提議 是把他手上的 百分之十的股權 收了 你說 後果會怎樣 我相信 西方所有媒體 都一致 大陸政府 又再充公 那些 是民營企業的資產 又再 走回共產主義 於是 他們就可以 無限引申 就說 國內很多 大地產商 大業主 他的土地 都將會被充公 甚至 海外的投資者 他們的投資 亦都是 凍過水 所以此例一開 就算你以後不再做 都沒有用 所有投資者 所有對華投資 那些投資者 可以說 信心完全崩潰 所以 中央政府絕對不會 接受 馬雲這份大禮 更加不會 充公馬雲 這個螞蟻集團 不會充公馬雲的資產 如果馬雲真的這樣想 以為 送了百分之十股權 給大陸政府 於是 中央政府 就不會監管他 這一點來講 我覺得他的思想 真是很有問題 他又是第二位 精神領袖 以及如果他真是這樣想 真是這樣做 他亦都是唐醫毒藥 他就想利用 這件事 令到中國現在 經濟上所行的 資本主義制度 完全崩潰 所以我相信 馬雲不會這樣做 大陸政府 亦更加不會 這樣去做 絕對不會充公所有 民營企業 那些財富 所以 西方傳媒作故事 有時真的可以說 不經大腦 尤其是台灣的反共報章 他完全只想到 借每一件事 去抹黑大陸政府 他們甚至 不用大腦 去做這件事 所以 經常報道新聞 很可笑 當然 亦十分可恥 還有 有智慧的人 想心一層 都知道這是假新聞 但我不知道 為何 香港 甚至 全世界 竟然有 好多人 好多個 無知的人 會相信 你看看 香港 有個公共醫療 醫生 那些 說是主席 或是人 他竟然在自己的社交平台裏 吹捧這些反共報章 又說反共報章的報道十分中立 可信 你信不信他 信他一成都死 真是信他一成 雙目失明 信他兩成 自毀前程 你想自毀前程 你就信他們 就是 這件事 足以證實 這些反共報章 所說的 是完全 不值得相信 今天是這樣 明天也是這樣 我相信以後 都是這樣 所以 以後 你看到這些 報章 這些傳聞 千萬不要相信 只要你用腦子去想一想 你就知道他說的 是真是假的 好了 現在我又說回 螞蟻集團的命運 和他未來的前景 我相信大陸政府 大陸的監管部門 一定 始至執行 他們的監管政策 他是不容許 大陸入面有任何的民間企業 可以繞過監管 可以獨大 大到連 中央政府都害怕了 這件事絕對不會發生 現在大陸政府也很擔心 那些企業大到不能倒下去 萬一他們不能倒下去 而真是倒閉了 結果 就要中央政府埋單 這件事 我相信 中央政府也極力防範 避免事情發生 所以螞蟻集團過去的 高借貸 和繞過監管部門 利用 科技 包裝 包裝 他們所做的 金融服務 他們所做的 放款服務 這一點來講 以後 都不會發生 所以 螞蟻如果想做回 現在的借貸業務 和支付寶的業務 必須要接受 大陸政府 對金融機構 監管 那套制度 所以 現在市場傳出 螞蟻將會成立 一間金融控股公司 所以 螞蟻將來 會脫掉 螞蟻科技 這個包裝 他會正正式式 以金融服務 這個面孔 和大家見面 將來招股 也是這樣 而他接受了 大陸有關 銀行方面的 監管制度 去監管 他 即是說 他根本 現在 已經成為 一間網上的銀行 跟目前 其他 實體銀行 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跟他們 這些實體銀行 的網上業務 也沒有什麼分別 所以 螞蟻的吸引力 肯定大減 將來 就算上市 我估計 他的股值 也是大幅貶低 所以 有人估計 螞蟻將來 他的股值 會一直跌 得到 7000億左右 雖然 螞蟻 未來 股值不值錢 也不能再做 高槓桿的借貸業務 但是 螞蟻是否沒有前景 當然不是 只要國內方面 經濟實體 不斷膨脹 不斷增長 只要中國方面的經濟 持續復甦 持續增長 再加上 只要 全球的資金 不斷來華投資 螞蟻作為 一間網上的 金融業務 怎會沒有前景呢 好了 我相信 有關這件事 妖妖樣樣樣 終於 告一段落 多謝各位 十二次 technical Vital 稍 碍 感谢观看